今天教大家這個麻藥蛋 韓國的街邊小吃 浸泡在那個醬汁之後 整個香氣都包覆在外面 泡完這個醬汁 丟掉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這邊 又可以變成一個丼飯 小吃變成是主食了 歡迎收看 HiTEN 餐桌帶你飛 我最後一次出國的地方 就是韓國的釜山 愛韓國料理的人 在街邊小吃 我覺得跟日本有一點點像就是 真的也沒有什麼地雷 如果以我吃到的話 我們今天來教大家做一個這個 韓國的麻藥蛋 這是什麼吃麻藥 它裡面有加 對 其實它的麻藥的麻 來自於麻油 那藥基本上就是說 因為它可以讓人家 吃了絲絲路扣的魂牽夢影 還想再吃 所以我們叫它麻藥蛋 最後開始我們來做糖心蛋 水滾之後 先稍微關小火 我們加上鹽跟白醋 稍微改變水的密度 讓你在煮的時候 第一顆比較好剝 然後再來是蛋白裂開來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外溢出來 那今天我們要準備的蛋 就是要準備室溫的蛋 基本上溫差太大 它都會裂開來 那因為我們今天這個冷氣滿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蛋放了那麼久 它還是很冰啊 等一下做我們可能有點裂掉 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就水滾下去煮六分鐘 放下去之後 可以稍微輕輕的攪拌一下 這樣子它的蛋黃就會停在中間了 好 盡量不要讓它破啦盡量 現在我們來做它的醬汁 水 醬油一起跟著走 兩個的比例就是1比1 好 我們的果糖 其實使用到果糖是因為說 大家應該也知道 果糖它其實是玉米提煉出來的 那用到果糖 第一個它比較好溶解 第二個它的甜度 其實會比一般的砂糖 蔗糖 來的高一些 所以你加的量可以不用那麼多 那再來是它會不經過代謝就出去 所以對血糖的影響會比較小一些 這時候我們來加洋蔥 辣椒 蔥 蒜 再來加上這個 麻油 韓國的嗎 對 用韓國的才正宗嘛 你用台灣的就 台灣麻藥蛋 台灣麻藥蛋 也OK啦 醬汁好了 雞蛋剝好 我們就來靜置它 靜置個大概4個小時左右 上面的部分 你可以用一張插手指 然後把它給鋪上去 這個用意思 這樣它的蛋的顏色就會均勻 上色就會均勻 剛剛我們有看到這個麻藥蛋的醬汁 有蠻多的 因為我們之前做的話 都是泡比較多顆啦 那你在家裡面 你可以把這個比例除以2 這樣子量就不會那麼多 那一樣 你泡完這個醬汁 丟掉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拿來做個蓋飯 那我們的肉 就直接放到鍋子裡面 來把它炒香 你可以拿來做這個蓋飯啊 拌麵啊 或者是煮開來蒜肉啊 或者是你今天煎個肉排 醬汁下去燒 都蠻蠻適合的 大概可以放一個禮拜沒有問題 好 這時候我們來加醬汁啦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盛盤了 那蛋浸泡在那個醬汁之後 整個香氣都包覆在外面 你一泡了越久 那個味道會越入味嘛 那今天是用那個醬汁煮的飯 辛香料的那種味道啊 都完完全全融合在飯裡面 整個香氣也是蠻好的 今天教大家這個麻藥蛋 韓國的街邊小吃 又可以變成一個凍飯 小吃變成是主食了 好 那我們Titan餐桌帶你飛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